欢迎来收到政治我是齐耀 近期令吉贬值这样事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 它的这个贬值的幅度 已经是接近历史前提了 对这个美元是接近4.8 然后对新币已经是破了3点 so这样事情 你觉得安华作为财长需要负责吗 ok 那我做了一个民调 民调的这个选项有点少 第一个是讲说安华应该负责应该要辞职 第二个是讲不需要负责 这都是这个国际局势的问题 这都是这个国门搞的鬼 搞这种种族和宗教的这个主意 结果呢 是大家更多人觉得说 他不用负责的 ok 这是情势所必 应该要给他更多的时间 ok so我的选项其实是有瑕疵的 因为第一个选项呢 是直接要安华辞职 有人觉得说他应该要负责 但是不至于要辞职 ok 都好 但是我相信我还是站在少数 因为在我的立场来讲 我觉得安华 是不一定要负全部责任 但是至少要负大部分的这个责任 我讲的安华不只是他一个 是整个团结政府了 为什么会特地提这样事情 是因为呢 近期安华讲说呢 令吉贬值的事情 他希望国行的总裁来解释 这样事情 坦白说 我自己也是很不满意这个解释 ok 今天韩沙有特地出来去点名这一点 他觉得安华在推一些责任 ok 站在这个角度呢 我知道这样讲还是会得罪人 但是我还是需要讲 我认为真的 令吉不停的贬值 在早前的时候你可以讲说 这是国际趋势 乌克兰这个战争 是近期呢 局势紧张 然后呢 美联储那边升息 这些东西都可以 是一个这样子的理由 但是你要知道是 当有进行比较的时候 就会有伤害 比方讲 看到各国的人 东南亚这边 其实确实大家有扁 但是扁的幅度 马来西亚是最凶的那个 你看对新币 虽然新币也是对美元来讲 也是有扁一点 但是我们跟新币的距离 是一直拉开 或者是像泰铢 泰铢有扁 但是也没有像马来西亚的 这个币值 扁的那么厉害 所以他就回归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和其他国家对于马币的信任 其实是不是一直在下跌 那你看近期 我们看这个KDNK 也就是在国内的出口的总值 其实2023年 本来安华给的预计是4到5% 那到最后 我们也是达到了3.7% 当然这可以是一个 差强人意的体现 但是不是也证明了 其实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复苏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 那如果没有想象中 没有预期中那么的好 那其实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其实我认为说承认 就是我们国家仍然在修复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令机贬值 政府有责任 其实承认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可耻的这个事情 因为成如我讲的 做一个政府 其实一定是有上有跌的 OK 所以其实你就大方的承认 这样事情确实政府需要负责 政府会更努力 就OK了 OK 但是我看到的事情是 安华把这样事情 推到国行总裁这边 对我来讲是不太能接受的 因为国行总裁 有他自己的这个权限 OK 他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可以做 但是你也要知道最核心的是 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力 那也难怪了 像是纳吉的脸书专业 他也是超出拉斐斯 2017年的这一个帖文 去讽刺他 2017年的时候 或是那一个时期的整个反对党 安华统领的反对党 其实就是不停的拿这个令吉贬值的事情 一直在攻击时当时的这个国阵 OK 讲说就是因为有纳吉 所以我们令吉不停的贬值 要换上这个 我们这个西蒙做政府 才国家才有救 所以我其中一个 为什么不认为说 他可以推卸责任的主要理由 就是你要用同样的标准对自己 假设2017年的时候 你觉得令吉贬值就是国阵的错 那同样的今时2024年令吉贬的更厉害的时候 那责任也应该在你身上 如果这个时候 其实把很多的这个责任推向这个国盟 当然他们可能有一部分的责任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以后国盟上台呢 他们也可以把这个令吉贬值 当时以后也是跌的话 就怪向西蒙 那其实怪来怪去 永远都找不到那个人嘛 但是为什么讲说政府应该有更大的责任 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力 他们可以制定更多的政策 尤其是现在近乎有三分之二的这个优势 那自然的 令吉升我们会占你 令吉贬 你也责无旁贷 所以这样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可以推卸的 可能不是全部责任 但是大部分的责任是应该扛的 而我认为你愿意扛这个责任 并不会讲说 直接让你下台 你还是有自己的时间 像我们讲 还有三年半 四年的时间 慢慢的做 但是人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子 直接把责任推卸出去的一个举动 OK 所以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知道这样讲了 很多人不开心 但是这就是我自己心里想讲的东西 也是这个频道要走的一个 就是我们会讲我自己觉得对的东西 OK 所以这期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